嗨大家好,我是林森花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喜欢那些 呀呀的配车机 啊掉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最最最最最爱 就是这个小皮抽克 它真的非常的基础 但是非常简单 百搭 它是这种小小锚钉的 但是它并不会真的刺透你 板皮材质的 一点也不累脖子 让它可以调节大小 这边有两个颗 我一般就是扣到最紧这个样子 它其实也可以松到这里 甚至它可以绕两圈 当做你的手链 啊真的 我觉得这个太实用了 非常方便 给大家推荐 看你不带这个 你就算别带了这么大的项链 还是感觉空空的 但你一旦把这个小车可以带 哎呀这是那种 小洋鬼小朋克乐队主唱 感觉一秒就来了 它的位置也是刚刚好 就是正好在这个地方 它不会显脖子短 然后它还可以挡住你这个鞋放肌 锁骨也不会遮住 我真的觉得这个项链 非常地好够买 真的非常值得买 然后 然后choker类的还有一个 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很神奇的 它是做成这种衣领的形状 看然后上面是有一个小吊环 这个十字架超级无敌好看 特别特别的精致 我收到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但是这个就没有那么方便 看它是一个这种锁扣的 所以你得在它正面锁完了以后再转过去 不像那种扣的那么方便 把它扣上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背面也可以拿到正面来戴 还是有一点点小设计 像是一个基础款的小choker 然后这个放到前面就看 真的 非常的好看 这个我是觉得搭配什么小鸡屑 或者就是不要搭配这种吊带 有点怪 搭配个穿松的小短袖 你夏天的时候穿那种oversize短袖的时候 搭一个这个就很好看 真的非常好看 看这里还有两个小毛钉 这个小圆环也是 非常非常的精致 好看 再有一个也是一个很火的 它是一个这种套组 上面是珍珠的 然后下面是一个这个十字架 做的也是挺精致的 看上面有一点这种梅花 不知道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蝶带的 我给它叠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珍珠就是非常业质的那种感觉 很塑料 但是反正也看不出来 就带着玩嘛 这两个蝶带给大家看 这个就适合搭配那种白白的 然后有点压压的那种小群 或者一些小的短上衣 也是有做这种小间接铁丝丸的设计 就是非常多的词 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 三个词就是 带刺的玫瑰 非常的危险 危险女人就是这个意思的 还有一个这个超长的十字架链 正面的这个贝壳上 它是有一个这种十字的这种设计 非常好看 然后整个链子上全都是你看 都是这种小小贝壳 感觉带上就是人鱼公主 这个是最长的一条 但是可以垂到这里的 如果你外面搭个什么小外套 就是呀 呀就完了好吧 就是非常的呀 但是你不能像我这样 真的就是乱七八糟叠在一起戴 还是有点太过overland 再有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 就是一个小铁条 但是这条项链是我妈最喜欢项链 我好像是大一的时候买了一条 然后那个带着带着被我妈带丢 然后又给她新买了两条 但是之前第一条不是一家店 真的是非常百搭 我妈每天出门必带 非常基础简单的一条 它是有不同的长度的 你看 就是坠到这里很简单 但是很好看 简单漂亮 就这样 再有就给大家讲手链 手链我只推荐一条 因为这个太好看 它是一种三层的设计 看上面是锚钉 然后中间是这种铁环环 下面是这种圆圆的 然后它也是这种皮扣的设计 你可以自己调你的手腕的维度 就是你自己给它扣上也特别的方便 不需要人来服侍你戴 对等待会给大家看那个手链 就是你一个人戴不上 都有人服侍你戴 看 戴上真的非常好看 就是可以给简单的衣服增加氛围 就很朋克感觉你下一秒就开始 汉贝斯这样子 评价的给大家介绍完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柜价 就是最经典的 西太后的这个小吊筑 我是在Vintage店买的 然后这个长度 是比这个小铁丝稍微长一点 非常很好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跟大家说 你一个人戴不上的一个小手袋 也是西太后的一个这个 黑色小猪猪的一个 真的是需要人家来服侍你 才能戴不上 就是这样子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很喜欢用这种软软的choker 然后绕过来当做你的手链 这个也是在Vintage店买的 所以没有链接 看就是你绕两圈 然后翻过来 它就是这种坠坠的 有一种就是给人一种要死不死的 就是非常颓废 丧非常的有病的一个手链 但是我很喜欢就是把这个非常喜欢 就是再迭代一个一个老式的这种小手链 然后跟这个迭代在一起就是非常好看 再有就是脑袋上戴的两个小帽子 最近大家问的还蛮多的 一个就是新发现的一种皮皮的软帽 它是非常有形 这个边上是这种硬硬的感觉 这个毛巾是很扎的 但也不会扎疼吧 就是有那个扎的感觉 然后正面是一个小骷髅 整个帽子的形也很好看 前眼也有这个小毛巾 你戴上以后就真的很疼克 非常厉害 一压压配饰的精髓就在于刺 在于疼痛 这样子 戴上以后就越来越比较 拿一个那个麦克风 然后开始一场 就用麦克风 like 啊 下一秒就是开始 这个架子打起来了这样子 像戴这种帽子 就是我不会说把头发全摇到后面 我个人会更喜欢在前面有两缩小的 然后在这个样子戴 显得脸更小吧 就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毛毛的 有点磨毛的 然后前面是这个皮材质 然后前面这个 有点那种针对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 有没有 如果它有银色就应该会更好看 好了 那么本期草帅的配饰分享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视频就给大家结算 一大部分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